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三十年陈服节目 自上古时代开始,龙的形象就一直深深地均处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它是我们的平台,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龙,存在于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动物 数千年来被中华民族引为信仰图腾 龙是强大、高贵、至尊的象征 历来为人敬仰幸福 但数千年以来,似乎从未有人真正目睹过龙 为什么在十二生肖中,唯独只有龙不存在于现实世界 难道龙真的只是上古神话中的生物吗? 自古至今,不但有人信誓旦旦声称自己见过真龙 甚至还被颇为严谨的司马仙写入了史记中 民间更是记载了多起众说纷纭的坠龙事件 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当属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东北辽宁的营口 也是至今唯一一起由照片记录的坠龙事件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营口坠龙事件 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原本人们以为营口坠龙事件只是当时流传的一个无稽之谈 但七十年后 有一位老人将自己珍藏的龙骨上交给了博物馆 再度掀起了巨大的浪潮 龙真的曾经来过吗? 当时坠落的究竟是龙还是其他未知生物? 2004年6月16日 营口是史智办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八十岁的老人孙正仁 在他的孙子的搀扶下 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 接待人员一看是一位老人 急忙走上前去送了一个凳子 老人家 您请坐 但是孙正仁并没有坐下 他抬头看了一眼接待人员 小伙子 你们领导在哪? 我这里有重要文物 要交给他接待人员感到十分疑惑 这位老人衣着朴素 戴得年轻人也很普通 不像是身怀重宝的样子 但是他还是耐心地解释 主任出去开会了 估计要晚上才回来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先交给我? 我保证递到主任手里 孙正仁又低着头想了一会儿 才仔细地打开怀里的包裹 那是一个颜色已经掉了一大半 布料糟烂的包 里面是一层层的纱布和油纸 随着包裹屋的打开 里面的东西也逐渐显露出来 那是五块大小不一的骸骨 个个都十分粗壮 看起来年代久远 竟分不出是什么动物 孙正仁认真地说 这是龙的骨头 我从小存到现在 我没几年时间了 想把它交给国家 也算是给我们家积德龙骨 接待人员感到脑子一阵眩晕 这老人莫不是糊涂了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龙的骨头呢 出于礼貌 他还是收下了 并且拍着胸脯 保证要送到主任手里 孙正仁这才放心地离开 孙正仁走后 接待人员把龙骨随手放在一边 继续整理文件去了 直到夜里 史之伴主任回来之后 不经意间撇见了这个包裹 就随口问道 这里面是什么 接待人员漫不经心地说 下午一个老人送来 说是龙骨 瞎说的吧 哪有什么龙骨 史之伴主任听了后却皱起眉头 他并不认为这个龙骨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 据他读过的资料 1934年有一个名为《圣经日报》的刊物 曾经刊登了一篇交类合璧的报道 记录了某地有一条龙坠落 而后死去 还附带了一张龙骨遗骸的照片 当时坠龙的地点 正是银口的一个小山村 只是如此荒诞离奇的新闻 当时也没人放在心上 他也没有太在意 只当是一篇奇文 到现在已经忘个差不多了 想到这里 他立即去拿资料查询 希望还能找到当初的资料文件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当时的记录已然不多 只有一段话比较有趣 1934年7月28日 银口从天而降一条巨龙 长十几米 砸死了酒 砸伤数人 还破坏了几间厂房 可是这篇报道也有些夸大的成分 看起来可信度不高 剩下的东西大多是些捕风捉影的枝岩片语 更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正发愁之际 他忽然想到自己一位同事兼朋友 王露山 是一个十足的考古迷 并且对龙之类的神秘事物十分感兴趣 于是他立即给王露山打了个电话 希望他能够带个头去调查一番 王露山听到要去追查龙的踪迹 激动的两眼发光 二话不说答应 挂掉电话就来到了市值班 经过一番商议 王露山决定 仍然以当初有坠龙传闻的小山村开始调查 寻找线索 来到村里 王露山就找了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聊天 由于年代久远 即便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也记不太清 如果直接问肯定得不到结果 所以他旁敲侧击 在聊天里一点点推进 经过打听 王露山得知一位叫蔡寿康的老人 小时候曾经目睹波龙 直到现在也经常提起 于是王露山找到了蔡寿康 希望他能够告知一些消息 蔡寿康得知王露山的来意 倒是没有什么隐瞒 把自己记忆里的事情都讲了一遍 1934年7月 蔡寿康还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孩子 当时他正在街上和几个小朋友一起玩耍 追逐打闹之间 突然听到天上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蔡寿康不仅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庞大的黑影正在飞行 从影口造纸场飞过去了 那道黑影形状酷似一条龙 没有视宝 像蛇一样盘旋在天空 所到之处遍布乌云 把好好的一个艳阳天都给遮盖住了 蔡寿康还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叫声 正是从那道黑影上发出 大抵是龙银 但是由于整个过程只有十几秒 蔡寿康也不太确定 所以此事不了了之 没过几日 蔡寿康又在外面发现那条龙出现了 这一次他不再是飞着的 而是急速向下坠落 本快就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发出一声悲鸣 掀起阵阵阵阵 蔡寿康和村里的许多人一起跑过去围观 顿时吓了一跳 这是一条奇异的生物 体长足足有十几米 通体长着金灿灿的鳞片 像牛一样的脑袋 鳄鱼的四爪 与人们印象中的神龙完全一致 村里的许多老人大声呼喊着不知所云的话 有的甚至激动地朝着坠龙跪了下去 这条龙似乎受了伤 浑身发出炽热的气息 眼珠子转个不停 但是身体动弹不得 很快 有一些人提了水桶过来给龙降温 还为他搭建了一个凉亭 水泼在身上 不一会儿就全部蒸发了 人们只好轮着来 保证水流不渐断 有的人拿了粮食 煮了粥过来想喂他 但是龙似乎不吃这些东西 根本没有搭理 当时村里的人都很穷 自己都吃不太饱 但是仍然舍得拿出来食物 足以证明他们心中对龙的珍重与敬爱 可惜的是 这条龙在这里待了许久 仍然一口东西都没有吃 村里的人也不知该如何处置 仍然只是派人在旁边看着 不时的淋些水 几日之后 银口爆发了一场大洪水 村里的平地水深足有两米 村里人避难去了别处 一待就是一个多月 直到洪水退散 才回到村子整顿 不少人还记挂着那条龙 就到凉棚里去看 一看吓了一跳 哪还有什么龙 早就不知去处了 村里人觉得 这场大水就是龙施展的法术 他乘着水流腾空飞走了 但是过了几天 有人在村子里的芦苇丛里 发现了一个旁人大物 由于天气炎热 这生物身上的肉已经开始腐坏 发出阵阵的臭味 看其形态 像急了前几日的龙 当地的警署接到消息 急忙赶到现场 并把龙海骨搬到了码头 以工人参观 说来也是奇怪 那原本正在腐败的肉 一接触到水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短短半天便只剩下一具海骨 不见半点残肉 《圣经时报》的通讯员 接到消息之后 就赶到现场拍下了一张照片 并且专门写了文章发表 后来不少好事之人 不远千里赶到银口 只为了能够亲眼目睹龙骨 但是随着日军的侵略 战乱祸害之下 这条龙的海骨不知所踪 有人说是当地被炸弹攻击 龙骨被炸得成了灰烬 再也回不来了 也有人说是日本人发现了龙骨 于是搬到了自己的国家去 上交龙骨的老人王正仁 当时在大连市的一个父母做管家 由于他精明能干 可以折祸人家增加了不少的财产 后来王正仁的父亲生病 王正仁就辞工回去 临走之时 那家的女主人给了他许多东西 除了银两食物之外 还有五块海骨 瘦五块海骨 据女主人说是龙骨 有十分神奇的效果 曾经有人卖这些龙骨 拿大刀在胳膊上 喊出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 用龙骨磨成粉涂上去 一天的功夫就好得只剩伤疤 原本今年患病摊在床上的人 喝了龙骨粉煮的汤 竟然气色都好了许多 还能下床走路呢 这家人脱了关系 花大价钱买了七八块 一直舍不得用 拿五块交给王正仁 一是感谢他的贡献 二是请他代为保管 万一以后有用到的时候 再找他要 王正仁拿了龙骨回家 七十年里也没有用到的机会 就一直在家里帮着 2004年12月 一档科教节目 联合数位专家来到银口市之班 准备破解龙骨谜团 他们反复研究 《圣经时报》的那张照片 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当时的骸骨并不是龙 而是一头虚鲸 照片中的一骸复原之后 长度约有六米 全身共二十八块鸡骨 头骨贬长 脖梗很短 而虚鲸的前期之骨与龙爪很像 整体长度差不多 最关键的是 如果将虚鲸的下额骨切成两半 分别放在龙头的两边 就是完整的龙脚 因此 如果将龙骨解释成虚鲸的骸骨 就是十分合理的 而且调查组还从历史入手 给出了合理的时代背景解释 当时日军侵华 为了营造舆论环境 击溃人心 选择了造谣 他们知道龙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 便故意用虚鲸的骨骸来伪造坠龙事件 目的就在于用坠龙来动摇中国的民心和坚持 这种心理战 也是崇尚宗教信仰的日本人常用的 所以也不无斗 但是这种说法也有很多地方是站不住脚的 也存在许多很容易就被驳倒的地方 首先 从照片来看 照片里的龙脚并非像是拼接上去的 更像是本来就长在那里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自然与别扭的区别 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而且下额骨与龙脚的形状虽然相似 但是脚特有的质层是无法模拟的 而且照片里的脊椎骨看起来十分完整 并不像是用虚鲸的脊骨跌造 在这些方面 虚鲸的海骨都不可能再瞒住目击者的前提下 完全偷天换日 而且 这个生物第一次被发现 是距离入海口20多公里的尾塘中发现的 并且很多人都见到了它还活着 而死亡的时时候呢 距离入海口10公里远 我们都知道 搁浅的鲸鱼在陆地和浅滩上几乎没有任何行动能力 那么 它是怎么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 做出了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呢 其次 从目击者角度来看 当时的老人蔡寿康说 自己亲眼看见龙身上的鳞片 而虚鲸是哺乳动物 并无鳞片 鳞片的特殊外观与质地 绝不至于弄混搞错 所以两者有根本性的虚别 其目击者称龙骨有四肢完整的龙爪 即便是虚鲸的前期模拟了两只状 后半身是决然不能代替的 由此来看 是虚鲸的可能性更小了 最后 对孙正仁提供的龙骨做出检查之后 虽然并不符合龙骨的信息 但也与鲸鱼骨相距甚远 所以即便这些骨头不是龙骨 也不应当是鲸鱼骨 可能的结果就更多 更神秘了 那么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 又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呢 2018年 一位名为道明的修炼人发表的 《我所知道的地球历史与奥秘系列》文章 在网上造红 其中神传文化龙族传说一篇 解读了堕龙事件的真实原委 听起来颇有意思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文章中说 坠龙事件属实 这条龙原是渤海龙王第五子 奉命镇守唐朝皇帝李氏 与武则田的衣冠中合葬的皇陵 然而他却经常魔性大发 多次违背天命善离之首 在渭水河流域兴风作廊 他曾经用法术毁坏河堤 引发洪水 将两岸居民卷入河中吃掉 丧生的民众多达八十余人 同时 他还残害水族中有灵性的生命 吸取他们的能量补充自身的法力 控制心术不正的修道者 杀生祭祀来供养他 这种种恶行令天界大为震怒 天帝派天兵天将将聂龙请货 所入天牢关押 奈何聂龙诡计多端 竟然成功逃出天牢 潜入蓬莱仙岛 太白金星的丹房准备盗取避审金丹 这种丹可使水族生命 在长时间离开海水或江河的情况下 依旧法力不解 然而太白金星凭空显现 几个回合后 用定身法将聂龙定住 随后星君返回天界 请来了天帝亲赐的屠龙剑 不过出于慈悲之心 星君还是希望聂龙能痛得前飞 只是用剑斩伤了他的躯体 并未取其性 当时身负重伤的聂龙 坠入了银口的芦苇堂汉 在村民们的金星呵护下 休养数日后逐渐伤愈 法力也得以恢复 没曾想 他不但不思悔改 反而飞回去复仇 这一次 太白金星没有手下留情 一剑刺中聂龙颈部 用神通将龙肝射出 聂龙顿时法力尽失 魂魄被打入地狱第十八层兽刑 至今仍在那里关押 曲体则在此坠入银口地区 当然龙股之所以是人 也是有原因的 上天要警示 赵告世人龙和神是真实存在的 世人应尽天地 向道修德 遵循人道天理 后来日本军政府 秘密将龙股辗转运到日本 龙股被日本皇室收藏 秘密供奉在寺院中 不为是人所知 道明修炼人还说 龙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朝代更迭中 一直代代相传 由于受不同天国的天体文化的影响 造成了龙的外形与能力差异非常大 龙的形象也从一个侧面 体现了那一个朝代国运的兴春 看待的龙四肢短小 有时四肢收拢在身体两侧 类似隐形状态 形如大蛇 龙的特点是大到无尾 唐朝的龙四肢长且粗壮有力 龙嘴细长 外形俊美威武 龙的特点是雄霸天下 从龙身上可以看到大唐盛世的繁荣与万国来朝的辉煌 宋朝的龙在形象与气势上大不如前朝 宋朝经济虽发达 却饱受外族欺凌 更有灰清二帝被金国掳走 而亡国的这种历史上含有的败事 宋朝龙的特点是抗龙会天 宋王朝君主的种种违背天意的行为 最终招来生灵涂炭 亡国之祸 明朝的龙的特点是内敛私风 明朝皇帝见证后 把天下的土地和财富分给皇族子孙享用 各种奴役豪夺让百姓苦不堪言 致使民怨忍身 刀兵四击 千里卧野狼言弥漫 清朝龙的特点是拒指四方 康乾盛世时期 清军征战四方 所向披靡 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辽阔 外衣莫敢来犯 在这个所谓的科技发达的时代 人们以为自己对地球历史很了解 即使所知片面而肤浅 很多自然现象的背后真相 石胜科学是无法理解与见证的 然而那些玄妙传奇的人与世却是真实存在的 道明修炼人写这篇关于龙族的文章 他说他只是把很多真相概括地讲出来 更多细节及背后的来龙曲脉 由于现阶段历史时期的特殊性 不便当众宣说 今天在大陆极东南亚周边的各大洋 都有龙族镇守海峡 在中华大地的江河湖泊 也都有焦王在那里守护着一方水土 纵观历史 有关真龙现实的传闻数不胜数 抛开古代 哪怕是近现代也屡有发生 龙到底存不存在呢 观众朋友们 你怎么看 欢迎给我留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